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济南军区评为学习成才标兵并荣立二等共一次 就是这样一位被战友视为标杆的女兵 在入伍前却是一个爱哭鼻子的村官 曾经四川阿爸的一朵格桑花 现在的藏族女兵 我是25岁的扎斯玛 2010年四川旅游学院毕业后 我回到老家当上了一名村官 生活安稳 前途光明 但这并不是我的理想 姬姬复姬姬 木兰当不知 我仍然记得小时候 阿爸带我背信了木兰词 愿为士安玛 从此替爷征 军营对我来说就是绿色奇迹 我要把这朵格桑花变成霸王花 我如愿穿上了军装 这是新生活的开始 也是新挑战的开始 在训练场上 我常常跟男兵比拼 叫板 扎斯玛 有没有信心 那时候身上常常青一块 紫一块 但是我觉得 伤疤是军人最好的勋章 弹片是军人最好的名片 密码 天书 魔鬼训练 从村官到女兵 我必须完成这一项项挑战 最挣扎的时候 我想起那句话 把合理的当作是训练 把不合理的当作是磨练 我是扎斯玛 一朵生开的格桑花 今天你密扎斯玛 要起来南兵 可爱是那个营 扎斯玛 有没有信心 有 高子福 有没有信心 有 第一次捕捕 准备 不 第一次捕捕 准备 在训练场上 跟南兵比拼体能 是扎斯玛军营生活里 给自己安排的自修项目 在这个过程里 他常常会忘记自己是谁 也没有所谓的输赢结果 身体里只有一个嘹亮的声音在喊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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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扎斯玛落后了 刚才这个速度一点都不影响了 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拿第一 我要有这个比兵的将军 看到眼前这个坚毅如钢的女兵 我们或许很难想象 三年前她长发挤腰 笑容如心愿 2010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四川阿爸老家 当上了一名村官 我们那边的话 那个乡政府跟村里边就是 间隔比较远 然后有什么事 就特别是之前吧 交通也不怎么好 那个通信也不怎么好 然后就是需要专门有一个人 在乡政府跟村里边中间 村主任这样中间有一个沟通 稳定有前途的工作 让家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对于22岁的扎斯玛来说 安稳是一种恢惑 她不想把最好的时光变为一种消耗 于是一个积攒多年的想法 在那时苏醒了 我要当兵 当兵就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就每次 以前特别是读书 读高中到大学的时候 在街上就是看见穿军装的 然后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人家 然后从这边一直看看看看 好 看不见了 好 转身走吧 很羡慕别人能穿上这样的军装 就感觉 怎么那么帅啊 反着家乡的习俗 扎斯玛的姐姐原家 她就必须留守在父母身边 所当家在 这显然与她当兵的一员 发生了冲突 阿爸也拿这个纸拗 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儿 没了办法 每天是晚上 把在那一块看电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 你是不是准备干两年 然后回来跟我们一块种地啊 好好的从班你不干 回来之后跟我们一块种地是吧 我当时我就不说话 我就看着她 对于扎斯玛来说 她的理想一定要照进现实 她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选择 不想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后悔的这个机会吧 所以就这样 姐姐就抱了 然后到成都 然后就跟着 我们那一批童年兵就上了火车就来了 而10年12月 从四川阿爸到河南商丘 扎斯玛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 抵达了她的梦想之地 出道军营的扎斯玛兴奋紧张 满心都是小学生 达到新课本事的欢喜 可是她还不知道 严苛的考验已经随之而来了 一个考验应该是体能方面吧 其实来之前我是最不担心的就是体能 因为毕竟大学再怎么说 我学的也是体育专业吧 社会体育专业吧 然后感觉 在这个方面我应该比别人稍微就是强一些吧 但是没想到 哎呀 跑步 太难受了 老跟人家掉队 就是感觉什么都落在别人后边 扎斯玛回乡起那段时间 就是三个字 不服气 他给自己设定的训练计划 就是两个字 翻倍 别人跑三公里 他就跑六公里 男兵训练的科目 他也奋勇而上 手脚起了血泡 又磨成了老姐 身上掉皮掉肉 也成了家常编算 我同学们都说 看见之后就说 搞得这身上到处都是伤疤 小心以后就是 夹不出去 然后 但是我就 我就想嘛 因为看这个别人写的一句话说 伤疤是军人最好的勋章 弹片是军人最好的名片 所以我觉得当兵留下几条伤疤 很值 扎斯玛的勋章不仅仅是伤疤 他是防空旅女兵 三千米长跑记录保持者 三度当选八一杯 全能女兵 还被评选为神剑标兵 可是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那些成绩 绝对不会成为你喘息的机会 反而是一想快编 带你分享另一个挑战 达斯玛作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士兵 艺术军营就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他这种虎劲 刃劲和拼劲 正是我们当今部队 说须的一种秉性 头弹到动作要领 主要分为 一 撤步引弹 夏连之后 更大的考验来了 就是 因为夏连之后 让我们学这个爆话 爆话就是蜜语 纵横交错 惊为较之 以前六百多个 毫无逻辑的蜜语 达斯玛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烂熟于心 对于他来说 那是田书 也是一条 不可能走完的天路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当时被蜜语的那段时间 哇 好恐怖 自己的生活当中 除了这个蜜语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就是恨不得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是跟这个蜜语有关的 然后吃饭 睡觉 做梦 扎斯玛明白 语气抱怨 不如改变 可是那些蜜语 是他永远 也无法进入的 另一个空间 就在扎斯玛 完全不得要领的时候 一首歌 神曲一般地解救了他 通信兵之歌 预备 唱 在这首通信兵之歌里 扎斯玛明白了 那些蜜语背后的使命 他开始重新调整状态 把密码跟生活关联 还特制口袋书 小日历 就这样 一千六百个蜜语 三十多天的时间 便在扎斯玛的心里 生根发芽 然后觉得 我又在那个 就是自己的这个 军旅生涯当中 又翻过了一座高山 从从官到女兵 梦想照进现实后 是什么令她退缩 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我说好好的从官不干 我跑到这来干这个 抱怨之后 是放弃还是坚持 她想如何调整自己的方向 不服气 我为什么呢 然后就下定决心 说自己要加油 要努力 一个青涩的丧族女娃 如何被时间和困难打磨 开出绚烂之化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军营里的歌丧话 在扎斯玛的老家四川阿爸 有这样的一句谚语 心里装着圣衫 才能登上基地 走进部队的扎斯玛 把成为一名 扎斯玛不得不闯的难关 那么接下来的选择 则是她给自己安排的一项 全新挑战 经过这么多的磨练 我就感觉当中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不断地挑战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去克服它 去征服它 两年前部队配发了初级战术 互联网等新装备 扎斯满足动情营 决定进入无线电通讯车 学习接力专业 等我就是真正接触到这个基地专业的时候 特别是进到那个托作间 然后看到那里边的那么多东西 哇 没有一个是见过的 就感觉好多线头啊 几年部队生活的磨练 扎斯满已经养成把问号变为惊叹号的习惯 那段时间班长成为了他随身的教科书 班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专线电话什么建立 专线电话建立是在用户里吗 什么来选择这个地上 接触这个接力专业最大的考验就是 因为它跟这个物理啊这种方面的知识面比较多 然后刚好我理科就是很差 然后以前那个物理啊这种理科 我基本上就没有及格过 然后现在要要把这些东西再补回来就太困难了 那时的扎斯满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拿下接力专业 但是他就是要想尽办法跟这些现代化的装备死磕到底 扎斯满希望有天家乡人问起来 他可以骄傲的说自己是名信息化女兵 自己买的那些书 无线电源里啊 数字电子机制基础那些书 然后就在那儿看 在扎斯满看来 只要有对口的心态就没有不对口的专业 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 扎斯满 语气已经平静 可是谁也不会知道 当初他熬了多少个夜晚 才平息了那场技术风暴 学习无线电综合通信车操作 对于体能也是个极大的考验 像这样背着十多公斤的设备奔跑 行进 连男兵都要敬畏三分 有多少次手掌磨出血泡 扎斯满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对于扎斯满来说 把最好的时光交付给坚韧 交付给军营 无论结果输赢 都是他给家人 给自己最好的交代 我记得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 来到部队 天特别冷 然后晚上睡不着 特别想家 然后半夜有人给我盖被子 感觉像是我妈妈在我身边一样 其实那是扎斯满班长 记得刚入我的时候 第一个春节是在新明年过的 那时候吧 就特想家 就是那天晚上 除夕夜晚上回去一看 被子里面多了个红包 但是虽然吧 好像里面的钱 没以前父母给的多嘛 但是觉得挺温暖的 那时候真的 离开家第一个春节 第一次离开父母 扎斯满班长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永远都记得 有一次 我们整部训练的时候 然后脚被摸破了 然后扎斯满班长知道了之后 然后晚上洗就叫我们把人洗脱了 把脚递给他 给他摸摸摸 那时候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因为妈妈都没这样对过我们 然后扎斯满班长不都不下去了 我觉得很感动 感到家里温暖 把合理的当做是训练 把不合理的当做是磨练 格桑花是一种生长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花朵 藏族人民视之为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 在藏语里 格桑是幸福的意思 所以也叫幸福花 从村官到女兵 从文科生到数字化兼兵 正如扎斯满在挑战中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跨越 最终成为战友们心中内夺代表坚强毅力与正能量的格桑花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面对困难 他从不服输 终于摘得比武金牌 只为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腿部严重受伤 意外状况连连 作为连长 此刻他将如何抉择 军女人生下期未免播出 喇叭侧人 拼命连长